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紫棋 4月初 中共辽宁号航母率多艘战舰突破第一岛链 从宫古海峡经太平洋航向南海演练 同一时间 美军马斯廷号驱逐舰 则从长江口附近海域一路并航监控辽宁舰南下 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和搭载F-35C战机的攻击舰马金岛号 在南海会师军演 意在震慑中共 之后 美军麦凯恩号驱逐舰穿越台海 美军两艘驱逐舰在台湾海域一东一西及时应对 台海趋势升温 美国海军罗斯福号和马金岛号在南海演练后 快速驶向台海 辽宁舰则草草结束演练 急速向北而去 有军事专家调侃 辽宁舰担心 罗斯福号抄了其后路 如惊弓之鸟迅速逃离 自4月12日 网上流传一张卫星照片显示 中共辽宁号航母编队在海南岛东方外海 距离三亚港约290公里处原地停留 引起关注 对此 台湾军事评论员奇乐义说 如果是机械故障就糾大了 卫星照片中 辽宁舰南方距离100多公里处 似乎有一艘052D飞弹驱逐舰 那么有可能是052D编队在测试区域防空最大有效范围 但那也应该是在行进中执行 定点不动 相当不正常 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评论说 辽宁舰下水已30多年 重要动力来源靠舰上约8具旧型蒸汽锅炉烧重油 发航要启动至少10小时热机 长天数运行中 其动力系统确实存在风险 有可能发生故障 但也不排除在此海域进行再舰机的歼15的起降训练 明德网称 虽然中共一直在台海 南海磨刀祸祸 但其海军被指规模虽大 实力却惨不忍睹 随着时间推移 越来越多美国军舰 也到场围观原地不动的辽宁舰 网友笑称 辽宁舰成了网红打卡点 近日推特账号十文页三 分享拍摄到的辽宁舰高清大图和一段视频 视频中完整摄录下中共兼15战机降落辽宁舰的全程 关注军事话题的推特主博博士表示 辽宁舰的飞机起降被全程拍摄 说明共军根本没本事驱逐 除了完整视频之外 网上广泛转载的两张照片显示 辽宁舰在海上停留时不仅被美军全程监视 还有日本护卫舰一直平行跟随 其中一张照片显示 辽宁舰前面有一艘日本某护卫舰 有日媒称 根据照片推测 可能是村雨级或高波级护卫舰 另一张照片显示 美国第七舰队伯克级飞弹驱逐舰 马斯廷号舰长于4月4日 在菲律宾海翘脚监看辽宁号 这张照片是美国海军网发出的 网友感叹 中共第一艘航母编队就这样裸奔了 不但被美军近距离围观 还被美驱逐舰和日本驱逐舰平行跟随 反程途中又出了故障 糗大了 有军事专家贴文指出 照片中辽宁舰没有中方护卫舰 舰在机的也没办法阻止美舰逼近 代表舰队列阵基本功不堪一击 美军发布照片在嘲笑辽宁舰 你太差了 也有大陆网民认为美军故意羞辱 调戏辽宁舰 辽宁舰是中共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前身是前苏联在乌克兰建造的 瓦良格号航母 始建于1985年底 1988年底下水 1992年苏联解体时 瓦良格号当时只完成了总工程量的68% 被迫停工 1999年 香港一名商人和中共军队 前篮球明星徐增平购买了瓦良格号 他们当时宣称 计划把它建成澳门的海上赌场 但后来却送给了中共 2002年 中共将其拖至大连造船厂进行改造 最终在2012年投入使用 2016年圣诞节前夕 包括辽宁舰在内的中共第一支航母编队 赴西太平洋进行了首次远海训练 有外媒分析说 中共航母编队首次远航曝光了诸多短板 首先是守护有余进攻不足 其次为海空联合作战体制上不成熟 第三是辽宁舰与护航舰尚处于磨合期 澳门资深军事研究员黄东当时也表示 辽宁舰至少存在三大致命缺陷 舰体自身寿命已过半 舰体存在极高的崩裂风险 舰载机迟迟不能形成战斗力 2017年 辽宁舰绕行台湾东部海域炫耀武力时 让国军掌握了它不具备夜间作战的能力 行动能力有限 载油载弹有限 钢板易崩裂 结构不合理 补给时间短等六大弱点 外界评估 由于辽宁舰自身存在多处致命缺陷 离真正形成战斗力还差很远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 2018年9月评选出 全球最差的现役航母辽宁舰居首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